在英国以个人名义买房,反洗钱的过程是怎样的? 洗钱者会通过比较复杂的银行转账或者是商业交易来隐藏并转移非法货币给他人的一个非法过程。 该过程的总体方案是以一种模糊并禁接的方式将非法的货币变成合法的货币并归还给洗钱者。 The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ace Financing Regulations要求企业对于反洗钱的调查以及对任何有嫌疑的transaction的报告。 As a solicitor, we have a duty to the court to always act with integr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always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our clients。 反洗钱的调查包括但不限于一般风险调查,风险较低政策,第三方资金调查,职业调查,政治人物调查,以及刑事犯罪调查等等。 对于房地产来说,客户通常会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购买房产。 律师必须确认购房者的资金是合法的,以及与他们的收入是成比例的。 反洗钱最基本需要的文件是护照来进行个人背景调查,以及银行流水账单来确保个人的收入来源。 为确保文件的真实性,我们需要文件的原件,而不是照片、截屏或者其他不正规的格式。 银行账单需充分的体现出买房资金的来源以及根源,而不是多方的未知的第三方的金钱赞助,这样会出发。 比较高的反洗钱警报。 我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在恰当的时候与律师商讨需要准备的反洗钱资料,以及遵守相关规定。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顺利购买您的房产。 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并不能共同legal advice,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问题,欢迎随时联络我们中轮英伦团队,我们会用中音乐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法律服务。 下期见,拜拜!